前一段时间叙利亚传来消息,俄罗斯在叙利亚进行武装势力清扫行动愈加顺利,一路推进,很多恐怖分子武装都直接投降,而这也使得美国感受到了很大的威胁。 因此,俄罗斯在不断推进武装胜利前进的进程中,有受到了来自不明敌方的更多攻击前段时间,俄罗斯在叙利亚的空军基地赫梅宁空军基地,受到了不明身份的无人机群攻击,虽然俄罗斯空军基地并没有受到什么伤害,并且在俄罗斯的防空系统面前,这些无人机都被击落。 可是这样的骚扰,还是让俄罗斯方面感到非常的烦恼,并且这也是对俄罗斯的挑衅俄罗斯,在这些被击落的无人机残骸中,发现了很多美国制造的DPS导航设备,因此断定。 这又是来自于美国军方的进攻,所以原本一直保持不直接参与叙利亚军事行动的俄罗斯,也对叙利亚反动武装进行了空袭空战。 原本俄罗斯虽然支持叙利亚政府军,维护巴沙尔政权,但是他们一直都没有直接参与叙利亚的军事作战,只是不断的给他们提供武器装备,以及军事作战指导。 可是这次有人直接对俄罗斯空军机地轰炸,也是对俄罗斯的挑衅,所以俄罗斯军方立刻一军事行动进行反击了。 大家不要看这些无人机没有办法对俄罗斯造成进攻,就认为这些无人机的军事行动并没有什么作用。 可事实上,三万美元就能造出一架无人机,而一颗导弹却要消耗二三十万,这种情况下拿导弹轰炸无人机,并不是一个划算的买卖。 这样对于俄罗斯来讲,也是一个很大的消耗,所以俄罗斯才会因为这些无伤大雅的攻击,而对于美国进行斥责。 他们用这些装备,在国际公开谴责美国,并且要求美国给出解释。 但是美国不但不承认这是自己的责任,还反过来对俄罗斯进行谴责,认为俄罗斯对于南部地区进行轰炸,是一个非常不人道的行为。 并且要求俄罗斯盗窃,对于美国如此不要脸的行径,各国表示已经毫无意外了,即使这些无人机并非是美国军方出动,但是这也是美国军方给瑟利亚反动武装提供的装备。 因此反动武装对俄罗斯发动进攻,也是意味着美国一方的态度,大家不要小看无人机的攻击。 其实之前英国就曾经报道过,美国将会测试能够批量发射微型致命无人机的飞行航母,以运输机或者其他战斗机为平台,发射无人机群。 并且可以在24小时内进行再次使用,而美国也曾经进行过一系列的模拟演习,一架大型友人隐身飞机与四架中型无人机协同作战,可以和有预警机支持的八架F22空战。 最终的结果而是F22惨败,而这样的一个模拟试验也证明了,如今无人机在军事作战中的重要性。 中文字幕——YK 中文字幕——YK 中文字幕——YK